深圳楼市陷入泡沫挤出的困境,高杠杆炒房风险日益凸显。 近期,一位曾因高杠杆炒房而身负重债的网友在公开平台发帖求助,揭示了一系列深圳楼市中的悲债现象。 这位网友在帖子中透露,他在2020年投资了一套1500多万元的房子,如今同户型挂牌价仅为1200万元,面临巨额亏损。 为了化解债务,他探索了两条路,一是通过开公司获得资金,另一是寻找职业卑债人来承担债务。 职业卑债人成为市场上备受关注的角色,通过各种手段包装身份,他们背负着房产抵押、车贷、信用贷等贷款套现行为,成为业主们寻求解困之路。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,同时也暴露了深圳楼市中高位站岗业主面临的困境。 深圳楼市的卑债现象引发了职业卑债人的介入,这成为解救高位站岗业主的一种方式。 一些中介公司与业主事先达成协议,资金绕过监管,交完首付后立即过户并抵押,贷款按最初约定的成交价支付给原业主。 这一过程中,房源评估价通常远高于市场价,原业主通过这一操作避免了过多损失,成功脱身。 职业卑债人的涌现将银行、中介公司与业主联系在一起,通过高平高贷的方式套现,最终达到解困的目的。 这种操作虽然在业内被称为职业卑债人,但其实际行为包括各种贷款套现手段,成为业主们维持高位投资的救命稻草。 这一现象,让人们开始关注深圳楼市的不稳定因素,同时也引发了对监管漏洞的担忧。 在职业卑债人的操作中,有官方面为了规避银行监测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 中介公司与业主提前达成协议,使资金流向不受监管,守付款交付后立即进行过户和抵押。 为确保银行不察觉到悲债行为,中介公司通常会代替悲债人还半年或一年的贷款,同时进行一系列措施包括完善悲债人的身份信息、包装好社保、公积金、大额流水等。 这样的操作使悲债人以正常买家的身份接盘房子,同时中介公司通过提高房源评估价成功带出更多的资金。 例如,市场价为700万元的房源,评估价却可以做到1200万元,通过这种方式套离空间非常可观。 职业悲债人因此成为解救业主的关键角色,通过各种手段为业主提供解困之路。 这一过程中,不仅有中介公司与悲债人的默契合作,也有业主自愿参与其中,使整个背负高额贷款的行为日益普遍。 然而,这种行为并非没有风险,职业悲债人与背负高额贷款的业主都面临法律责任和风险。 最近的案例中,中介人士和悲债人因涉及骗贷被判刑,银行信贷人员也被处罚。 监管机构对违规信贷一直保持高度关注, 而2013年来,已对银行金融机构开出超过2400张罚单,罚莫总金额超过27亿元。 在严格的监管态势下,对于想通过职业悲债人逃脱高额贷款的业主们, 以及中介和悲债人都需要谨慎行事,警惕法律风险。 深圳楼市的高位入场业主们,在面对评估价与实际所需金额的巨大缺口时,陷入了艰难境地。 业主们纷纷选择了续带,但由于评估价的大幅下调,导致续带金额与之前首带额度之间存在巨大差距。 部分业主的个人资产难以覆盖这一差额,于是只能选择转带,寻找额度更高的小银行或外地银行进行续带。 为了留住客户及拓展业务,一些银行推出了低息产品,同时对于机关、事业单位人员,当前的信用贷款政策也相对宽松。 然而,与续带相比,有些业主甚至选择再次购买一套房,通过高频高带的操作来抵押还贷。 尽管业主们在继续追求高额投资,但他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。 在法拍市场中,深圳市进入法拍市场的住宅数量持续上升,2021年至2023年三年间分别为2947套、3478套和4078套。 这表明断工进入法拍的房源大多为经营带断工,而根据业内人士的观察,这些房源主要集中在2023年之前。 近年来,监管机构对违规信贷进行了严格监管,仅在2023年一年内就对银行金融机构开出超过2400张罚单,罚莫总金额超过27亿元。 预计2024年监管态势将进一步收紧,加大对信贷业务的严监管力度实施双罚政策。 对于高位入场的业主、中介以及悲债人来说,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。 深圳楼市的走势将成为这批业主能否挺过困境的关键。 根据最新数据,2023年12月份,深圳房价继续下跌,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.4%, 其中深圳新房价格降幅达到0.9%,二手房价格亦维持下跌走势,降幅为1.1%。 这一数据表明,深圳楼市的调整并未止步,对于业主们而言,未来的挑战仍然严峻。